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杨萌恩 去年线下最好的新人 杨萌恩 今天新人当中最快好的杨萌恩 萌恩呢 萌恩就是零 每次看他都在线下都很炸 杨萌恩属于比较有灵气的新人 我就觉得他不像新人 加油 杨萌恩 第一次上节目有一些不适应 因为在走台的时候会发现 和线下讲有区别很大 我觉得杨萌恩啊 他如果能突破那个 就是线下到线上的那种转换 我很期待他至少能打进前十名吧 今天的推赛很精彩 但是注定有一些人是要谈话一线 我不希望我成为谈话一线的那个歌 我希望努力一下 还有更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杨萌恩 大家好 我是萌恩 虽然我是一个新人啊 但是我接下来必须说 你们接下来看到的表演 你现在是这一场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 好吧 其实我差一点就来不到这个舞台上 我海选的时候差一点就被淘汰了 那天直接就被我干懵了 我就已经怂了 因为海选之前我特别的自信 有一个选手报名表 上面就问你 就说你最想挑战的是谁 我当然想都不想 就是李淡 这次正式拍摄的时候 导演又问我想挑战谁 挑战自我 实现突破 我连唐木博我都不敢多看一眼 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我有个朋友 他是做选秀的导演 他跟我说 你讲什么不重要 你要上节目想火的话 关键要有人设和标签 然后他甚至为了证明标签的重要性 他拿礼单来举例子 他就说 我现在说两个词 你说你马上能想到谁 一 诗人 二 爱喝酒 你说你想到谁 你们的包包更可破了 没关系 The show must go on 但是我跟你说 导演不愧是导演 他马上问我第二个问题 那提到杜甫你能想到什么 我说啊 你看 这就是杜甫为什么没有李白虎 因为他没有标签 说完之后 我就开始想我的标签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导演 无非就这么几个标签 第一个是地狱 你来自哪里 我是一个内蒙人 这个节目最不缺的就是内蒙人 这个节目就内蒙人办了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明星脸 就什么焦大吴亦凡呀 遮传忠汉良之类的 有人说我长得像白举刚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我觉得白举刚 他似乎也需要一个标签 来向别人证明他是谁 我说我是脱口秀白举刚 就跟我说是脱口秀杨志宏一样 你们知道杨志宏是谁吗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 杨志宏是我大姨父 我甚至 我甚至为了找我的标签 我去回看了上一季的脱口秀大会 我看他们都起什么标签 结果他们起的都是什么 脱口秀大王 脱口秀太后 线下之王 诈场王 爆梗王 连谐音梗都能有个王 你就感觉脱口秀 这个新兴而小众的行业里面 居然充满了帝王将相 我来参加脱口大会 就像去了太平天国一样 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这些人 中国脱口秀只有一个工人子弟 就是赵晓慧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从小没有标签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蔫的小孩 你们知道吗 就是蔫到什么程度 就你们以前的班级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小孩 就这种小孩长得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小孩长得 就让你觉得 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很痛苦 我为了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甚至做过很多那种叛逆的蠢事 那时候武侠小时候特别流行 所以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帮派 是由一群不爱学习的中二少年组成 然后他们会用他们文化水平的上限 给自己起一个又low又霸气的名字 在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叫 六中七匹狼 当时我真的想加入他们 但是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 然后我求了半天终于加入了 就导致六中七匹狼 我排第八 加入之后他们就搞一个仪式 叫煞雪为盟 割破手指头写血书 这个仪式我们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完 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流这点血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煞雪为盟的煞字怎么写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逃课出去 和别的学校的门派切磋 第一次出去切就被人切磋得很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要输在了人数上 对方叫一中十三太保 而且我们当时我们人还没来一拳 就是六中七匹狼 鹰到八人 十到六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三郎和五郎没写 所以被老师抠下了 从那天之后 我们老大立下了一个邦规 以后逃课之前 必须做作业 老大等一下 如果我每天做完作业再出去的话 那就不叫逃课 那就叫放学呀 所以在我们老大的带领下 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 价美打赢机场 学习成绩上来了 文化水平上来了 六中七匹狼从命改名 六中七贤 这就是一个特别逃打的名字 你们知道吗 有一会儿我就被人堵到胡同口了 上来就问我 哎 你就是那个七贤里的老八呀 我试着怎么样 给我打 我说等会儿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怎么招惹你了 是我妹妹让我来找你 你妹 我怎么招惹你妹妹了 我妹妹说 你老放屁影响的学习 吓得我 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 我说大哥你在哪 我说没堵出来 赶紧过来 结果对面传来特别小的声音说 哎杨仔 我正在考试 考完试就来过来 我说什么时候了 你还来考试 你快来干净我 行行行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知道 毛巫未求封锁副歌的作者是谁吗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终于把自己吹的牛给圆回来了 好快 谢谢 谢谢 我想更正一下 我表演的不是真正的脱口秀 太荒唐了 喝了梗那段是什么 他什么诗人 什么喝酒 他想说李白 结果下面有那个坏蛋 就说李白 他节奏就乱了 其实你得大声地说出来 不然你不说 那个杜甫也不成立 杜甫不成立 你现在这个敌也不成立 好在有太平天国帮助你 没有太平天国你就完了 我老师觉得怎么样 挺惊喜的吧 因为之前我没有看过 他是新人 是新人 是新人是吧 那新人这样的话 我觉得前途无量吧 加油 哎呀 哎呀 其实我觉得你讲特别像沙宝亮 比如说我像宋中鸡 算了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 只能说发型有点像 对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杨甫莫恩获得了三个牌灯 让我们恭喜杨甫进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进行期许 我觉得今天的杨甫没有讲好 有失水准 被观众打断了以后 没接住 就是即使有失水准情况下 也已经挺好的 恭喜恭喜恭喜 杨甫恩挺强的 大家都在聊这个新人 今天看到的确实挺厉害 挺硬的 第一个让我感到非常惊艳的新人吧 我的目标是撕掉最强新人这个称号 强就是强 和你是不是新人没关系